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台电104年股东常会在6月26号举行了 会中公布了去年103年度净利为139.79亿元 而在终止连续8年的亏损之后 未来台电公司将以合理化资本支出与资源分配 建立多元社会沟通管道 以及全方位绿色企业等目标持续努力 去年台电公司终止连续8年亏损 也创下多项优异成绩 不论是火力、核能、供电都创下了利年最佳 平均停电时间与线路损失率更是利年最低 并获得了多项奖项的肯定 在全体员工一年来的努力下 6月26号股东常会上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我们在这个火力发电厂 在核能发电 在这个大修供期的缩短 还有就是这个线路损失 各项指标都表现非常非常好 那么其他的部分在营运的部分 比方说世界银行发布的 这个2015年的经商环境报告 便利取得的这个部分 台电在全球189个经济体育里面 排名世界第二 那么102年是排名第九 所以大幅进步了第七年 台电自编决算结果 103年度净利为139.79亿元 填补上年度累计亏损 2085.57亿元后 目前累计亏损上有1935.42亿元 超过了实收资本额的二分之一 将继续留待以后年度弥补 本公司经营虽以见曙光 终止连续八年之亏损 但若以此展望未来 现在这基土 这稍嫌薄弱因此 我们并不自满 持续敬业以待 秉持过去之努力作为 继续以不畏挑战 努力精进之勇气 想得更深看得更争 持续合理化资本支出 与资源分配 创造最大价值 善用新媒体大数据 以建立多元社会国同管道 让资讯透明化 持续利用新科技做好 节能点摊 建立全方位绿色企业努力 未来本公司将展现 更多经营改善之作为 及善精社会责任之行动 力求强化经营体制 再创企业新高峰 未来台电仍将持续推动 各项经营改革 合理化资本支出 降低营运成本 提高经营绩效 并强化顾客服务 建立多元沟通管道 加强资讯透明化 利用新科技做好 节能减碳 建构友善环境 朝建立全方位绿色企业买进 台电公司综合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也可以订阅中在发现